specified 下架 爆 人呢 真叫乎 走 一 二 二 一 一 跑 二 跑 一 跑 二 跑 一 跑 这小子病太大了 中了三枪竟然没死 那他怎么还不行啊 他的伤口发炎了 一直在发烧 但愿这次他能挺过来 好 大家都忙去吧 好了 大家都忙去吧 他 spearisam me the same 他以为锦士 umped 到 尊丹 帅哥 好 对 咪 ね 我求求你千万不能死 你醒醒 你看看我 我是刘木头 我是刘木头 你直到刘星过来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以后见了你 再也不板着脸了 我天天给你笑 只要你能醒过来 你不是说 要跟我并肩作战吗 你都不行 你怎么跟我并肩作战呢 原来 你醒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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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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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山蓝 山蓝 你放心 你好好的 子弹取出来了 你知道吗 离心脏就差这么一定点 这个 是这个救了的 你还记得它吗 娘给你戴上 这是个吉祥物 辟邪的 戴上它 菩萨可以给你保佑 还可以逢凶化吉的 是兄娘救了 人手 一 二 一 一 转身 一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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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给我炖的吗 那也得炖熟了才能吃啊 急什么呀 大西子军真好 炖炖又炖鸡 想得可真美 战士们可吃不上这么好的 这不是因为你是伤员 给你养伤吗 为啥对我这么好 谁呀 你 你别臭美了 是政委让我给你炖的 你才懒得管你 刘萌头 我听说我受伤以后 你天天哭啊 你说你吧 一见了我就当了个脸 当了个脸 不笑也就那么地了 你能不能哭一个让我看看 谁哭了 谁哭了 谁跟你说我哭了 小郭 好家伙 为这事还吹我半只鸡 敌人的汤医炮弹 我告诉你徐帅来 我就算是哭了 我就算是给你炖鸡 那也是因为你是我战友 你可别往别的地儿行 你等等 战友 这么说我是新四军了 我说了不算 这得问政委 给你洗洗 他吃是吧 吃 我告诉你我天天吃 我都吃烦了 吃烦了 哪回那骨头啃得不比狗干净了 你怎么骂人呢 我没骂人呢 我骂狗 你咋知道我说狗啊 你不是说虎吗 说狗啊 说虎 狗 虎 狗 你是虎 我是狗 对 你是狗人 打我 注意点影响 赶紧吃 吃完 我带你到根据地转转 从小休门 跑到大夫 吃烦就有大夫 五十三 一 二 一 八 我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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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个问题 他们是不是都让着我 谁来 快走走走走走 走 快快快快 快快跑 快 没用 来 来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是不是刚才我给你掐疼了呀 我给你揉揉 给你揉揉揉揉揉 不管你的事 那是不是哪个崽子惹你了 谁不出来 剁了你 好 我连你们都打不过 还怎么伤王国梁啊 那不是还有我呢吗 好 我们到外面去 坐下来 不急促过了 还有薬品还没有在手里 我们从本部 把门口放在我身上 来 所以 浩子 我们是 我得意义的 我喜欢的 现在 人城 是非常重要的 是 学生会谨记 恩时的教诲 而且 薪是大使教的必要 但是现在 美国和英国 我们的国家被拆杀了 薪药和物质 要早就用了 军部从这些命令 够到其他 一言为定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来 预备 等会儿 怎么着 给我蒙上 蒙上 蒙上 我怕我这么大个儿演猪子 我欺负他 蒙上 师大哥 你可别太嚣张了 这可是我们独立团的神枪手 来 准备 开始 走了 好 好 好 真厉害 好 好 好 服不服 服了 怎么办 我收过 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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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别走啊 再来啊 好 好 别看你是老苏渠出来的 信不信我照样快点禁闭 关我禁闭我没意见 那你对啥有意见 我对组织的决定有意见 你有一件就说 是山来身中树枪 等于捡回了一条命 这才刚休养了一个月 身体还没有痊愈 你就让他回龙城 你说黄国梁和萧河风 能放过他吗 这不等于让他去送死 我们怎么会让自己的同志去送死呢 这次任务紧急 是不得已而维持 我一个人去完成任务不行吗 没有石山来 你自己回去 那才就要送死呢 这次回去肯定是有危险 但绝不是去送死 萧总海要回来了 你也知道 黄国梁和萧河风 已经打上了萧家宝藏的主意 如果萧总海回来 指定萧河风 为继承人的话 无疑对现在的局势来说 是雪上加霜 所以 我们必须让石山来同志 以萧九川的身份回到萧家 把局势 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可是他们都认为萧九川死了 石山来回去 不是更危险 萧总海回来之后 黄国梁和萧河风 会投赎机器的 那如果萧总海 识破了石山来的身份怎么办 不 进来 这 这怎么回事 这就是石山来 你来干什么 哪弄的这身军装 我赢他呀 怎么样可以吧 思雨 主任 我是新四军战士 石山来 你什么时候加入新四军了 大小鬼子来那天 我就成为了新四军 好小子 思雨 我请求再回龙城 完成任务 好 不行 刘秀琴同志 我说你还有没有点组织性 纪律性了 我认为石山来没有完成任务的能力 他一个人的失败 会连累我们整个敌工科 所以 我反对石山来执行这次任务 刘秀琴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哪次任务我没执行好啊 为了执行你们的任务 我身上挨了三个枪子 我差点死了 我告诉你 这个任务不让我去 我也得去 我现在就去 你不能去 我说了你没有能力 小娘们儿 你等着 小娘们儿 石山来 谁知道 我们开心去 优优独播剧 实际上 让你有点 疯独播剧 儿子 嗯 能放消灯 水 消灯 我们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的时候挺英雄的 你倒是别晕啊 现在知道疼了 那你这疼可咋办呢 那你吹吹 还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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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点吗 还疼吗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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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吗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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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当然担心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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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 废物 让你们找几个有实力的药商 到现在都没找到 你们白白辜负了汪主席对你们的信任 知道吗 四亮 我已经通知家父让他早日回到龙城 祝属下一臂致敌 你脑子想想问题行不行 你爸远在香港什么时候能回来 等他回来花骨菜都凉了 成天穿个皮夹 哪把枪瞧把你神气的 还有你穿个军装 成天神气什么 国家风路一分不少的 办正事的时候 谁能办得到 南京那帮老混蛋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 村落我要呢要呢 我问你们要呢 我再给你们三天时间 如果再给我找不回来 我撤了你们上前前给我打仗去 是 报告 说 司令 萧九川回来了 谁 萧九川回来了 萧九川回来了 大少爷 我是旺财 你还记得我吗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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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川 还记得我吗 我说你媳妇啊 杜娟 杜娟啊 你还记得我吗 他怎样能记得你呢 六妹他 别急 大少爷 我是老费呀 大少爷 杜娟 你还记得我 这不 杜娟啊 我告诉你媳妇啊 是怎么了 孩子 你没有死啊 你还活着 活着孩子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是谁呀 娘啊 这是娘啊 你不得 你不认识我 我是娘 娘 你这是怎么了 孩子 孩子 我是娘 娘 儿子 小平平良 你到底怎么了孩子 是 孩子 不是 我是娘 真傻了 真傻了 不是真傻了吧 你 好孩子 你怎么这 九川兄 大难不死 可喜可贺呀 怎么回事啊 老夫人 你来这儿干嘛 还想来害他吗 老夫人 我怎么可能害他呀 他是我的九川兄弟啊 九川兄 大难不死 太好了 我已经扫平了 那个土匪窝 听你报仇了 老夫人 我是眼睁睁看着那些土匪 把九川打成了血控了 扔到了将里呀 怪我 全怪我 我晚来了一步 我要早到一步 我就把他救下来了 是啊 是啊 大哥 本来你不应该受这些罪的 大哥你这段日子去哪儿了 我们找你找得很辛苦啊 对呀 这段日子去哪儿了 毛哭耗子 你们再要伤害他 我就跟你们拼了 不是 大娘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我 老夫人 这句话说得对 都给我听好了 谁敢今后杀害我九川兄弟 我绝绕不了他 是 是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 那他呢 他您认识吗 大哥 我呀 我呀 贺峰 知道 你知道他是谁 知道 大哥 我自个儿说的 那你是谁 你要怎么记得住啊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七天大圣 猪八戒 傻了 老夫人 你这儿子这儿真傻了 叫军 把军医叫进来 叫军医干吗 你这儿子都傻了 老夫找军医给他治治啊 黄司令 不劳烦你的军医了 我一会儿会给大少爷看看的 赵小姐全才呀 你都能看傻子了 全才全才 佩服佩服啊 你说你这个媳妇啊 好 那 我就不打架你们团计了 好好的一人傻 小小队长 你大哥回来 给我在家好好陪陪他 是 上 老大少爷 没吓着你吗 老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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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咱回家了 没事了 老大少爷 没事了 老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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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KEN 怎么样 身体的 其他不为一切正常 只不过 他的肺部 受到过严重的创伤 初步诊断 应该是由于长期缺氧 导致的大脑神经坏损 那你的意思是 他失去记忆了 失忆 就是说大哥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呗 那怎么办呢 目前只能静养 可以试着 用他一切熟悉的东西 慢慢唤醒他的回忆 老费 通知萧家上下 只要能换取大少爷的记忆 中赏 我这就吩咐下去 谁呀 什么 什么 大哥 你不是死了吗 我打锤啊 是 大哥 我是秀才 我要把我丁上 大哥 你真没死啊 屎面怎么容易 他妈把大哥弄傻了 大哥你看 自己看 我是大锤 是 你看这身子不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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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失忆 你信吗 不好说 毕竟是咱们医生下的结论 而且那两个土匪回去 根本没试出来什么 阵风也好 袈裟也大 总之我们不能心虚一点 萧九川的病 不是军医能够治得好的 那两个土匪还在消费 还在 我一直叫人跟着呢 你刚才跟我说 军医说 萧九川需要刺激 那就是说 咱们给他的刺激还是不够 司令 要是给他刺激多了 他就容易想起来 那不是对咱们不利吗 他什么都想不起来 对咱们更不利 现在日本跟南京方面 催药催得紧 他如果醒不过来 这药怎么办 再说了 就算他什么都记得 他敢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 你是说 他有可能记得 只是在装傻 他是不敢说的 你干什么呀 把新的东桌呀 把新的东西 都请到家里来了 你还给我手放在那城 Peace 都提懂 我这不是为大少爷好吗 为大少爷好 就把新的东西 祈祷你这是害了他 鲁钊 什么时候呢 你看震宫吃醋啊 大社也都变成这样 没看见吗 老少 怎么样 唱得好吗 喜欢吗 这都什么玩意儿 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 快走快走 学生 你真的好了 我说什么来着 细子无情 表子无义 旺财 这是大少爷喜欢的信班 是呀 我都会上了 你若是 贼子年年 你 你 大少爷 别跑了 大少爷 大少爷 别跑 好大 进了 小祖堂会也不通知我黄蒙 老夫人 怎么讨会 这分明是给大少爷治病 打搅了 我是来抓嫌犯 去 满地两个土匪给我抓出来 是 走 你们搜 走 这人 走 走 走 轻点 出来 快点 走 轻点 你能逃了 快点 司令 这两个人如何处决 救急任务啊 把他们两个拉出去毙了 是 大哥 走 走 这辈子我们俩先走了 下辈子咱还是兄弟 小小少爷 你自己照保证吧 大拳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废什么话也没听见吗 拉出去毙了 走 慢着 老夫人有何吩咐 黄司令 你这是想杀人灭口吗 此话怎讲 当初 你说九川被土匪杀害了 把他们俩带走了 现在九川回来了 变成这样了 什么东西都没搞清楚 你就把他们拉出去毙了 你这就不是想落了个死无对证吗 那我们家九川 不白挨了这几枪吗 老夫人 国梁只是依法办事 黄司令 这两个人我不认识 但是我很想弄明白 我们家九川为什么变成这样 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 谁都不能把他们俩给杀了 也许 也许是 也许你知道我们家九川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你把他们变成这样的呢 大娘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当日我亲眼所见 我和黄司令在 也许是你 我听明白老夫人的意思了 您说让我枪下留人 我肯定听明白 没问题 暂时把他们俩押入大牢 是 等九川说好了 我再杀他们 不是 告辞 把他们俩带走 好 自己会走 自己会走 老实点 走 快点 走 走 萧九川的反应 没看到吗 看到 我感觉不对劲 那咱们就把这出戏 跟他烫到底 把人给我盯紧 是 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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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把大少爷带走 快 受惊了 大少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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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快 快 天呀 天您了 天员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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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夫人 这罚子能管用吗 不是 怎么知道 我七舅家的表嫂子 就是这么治好的 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咋了 怎么了这是 九川 少爷 竹子 九川 少爷 少爷 醒了 醒了 老闻醒了 醒了 老闻醒了 老闻 九川 你可醒了 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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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 饿 过来 那小的这就去给你备吃的去 我要吃酒席 酒席 酒 酒席 老闻 去呀 少爷醒了 不要说让你弄酒席 就是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王八也要弄了 去呀 弄弄弄弄弄弄 王八 我是谁 王八 娘 你这孩子 他有病你也有病啊 我 就等着我 你帮我 说 刘伯长 你也该休息了 这次回来就没好好睡过觉 山莱同志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根本睡不着 是山莱够吉兵的 他应该能够应付啊 但也如此吧 刘伯长 好 低功课几点 怎么了 小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 太好了 太好了 中央担心小日本两面作战 在主力部队调往东南亚之后 对我敌后抗日组织 进行疯狂攻击 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 我是旺财 我们家少爷要吃酒席 打烊了 明天再说吧 小二 告诉他们 酒席马上就到 好嘞 谢谢老板娘 准备酒席 我去换衣服 你亲自去啊 山莱同志 肯定遇到了什么棘手的紧急情况 不然不会这么反常 那我陪你去 万一是敌人设压的圈套呢 不用 如果我明早之前没回来 你跟老王就迅速撤离 刘科长 这是命令 来 慢着 干什么呢 军爷 送酒席的 酒席 深更半夜的有人订酒席 对 萧大少爷 萧大少爷 萧九川现在是个傻子 他怎么会订酒席 谁啊大半夜的 在这招着什么呀招着 老板您来了 大少爷等着半天了 赶紧进去吧 这位军爷不让进 说是萧大少爷都是傻子了 怎么还订酒席啊 说谁傻的 说谁傻的 你 你才傻 我傻的 都是酒餐爱吃的鱼啊 来 儿子 这是你吃的 你一起来干什么的呀 来给萧老板送酒席啊 是吗 大半夜的 打扮得花痴招展的 就为了送酒席呀 这不是听说 萧老板前阵子 遇到了点变故 想来看看他 我们这小本生意 一直仰仗着 萧老板这样的老主顾 老主顾 我看是老先好吧 我说回来以后 怎么都不跟我同一屋的呢 原来是 大半夜的 往家里找狐狸精呢 怎么了 不高兴了 行行行 那人家不说了还不成嘛 你俩认识啊 何止认识 那你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 萧九川 萧大老板 您可是我们店里的老主顾了 当着我的面就别打情骂俏了 好 那你既然认识我 不来 给我喝一杯吧 萧九川 你们 你给我装 使劲装 我看你这风劲啥劲啊 都是装的 就你那花花肠子 我还不知道吗 装风卖沙子 还不是为了张花热草 杜鹃 大少爷好不容易醒过来 想吃点东西 你就不能让他安顿地吃点吗 走 到我房间去 你们都下去吧 下去吧下去吧 你也下去吧 你也下去吧 行了你 装失忆啊 我现在没办法 我只能这个样子 黄国梁他已经怀疑我了 就在今天当着我的面 他要把那个大锤和修在你上 我把你叫修想跟你上干什么 怎么营救这两个人 营救他们俩的事情 我回去跟大伙商量一下 不过你放心 黄国梁现在还需要你 不会轻易度迷失别的人 所以他们两个 暂时不会威胁你 那我下一个不该怎么办 继续你的任务 利用萧九川给你恢复记忆的机会 熟悉萧九川的点点滴滴 看看能不能找到药品来源 你记住 黄国梁不会给你那多时间 咱俩也好久没见面了 你既然已经来了 陪我吃顿饭 石山来 你能不能不老违犯纪律 我违犯什么纪律啊 纪律明确规定 执行任务的同志 不能产生恋爱和婚姻关系 你 你想多了 我请你吃饭了 哎 那个纪律是什么呢 你也想多了 我请 吃饭 不能产生恋爱和婚姻关系 恋爱和婚姻 这纪律好啊 冷 不能产生 这个 你要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